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 回炒车 李克强经济方案击走习近平 李强失重社检讨 蔡奇又有新职位 习搞平衡 无法消除中共末日结局 台湾花莲地震热手失控 习近平统一台湾梦避震税 上海房市大崩溃 多位豪宅业主自降近千万球脱手 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日前又爆料说 习近平在去年的经济会议期间 被李克强的经济方案击走 而被认为不够忠诚的李强 仍在这里写检讨 而023年12月11日至12日 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引人注意的是 习近平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 发表了说 结果第二天 习近平就突然带着众多高官 急急脚地飞往越南访问 据彭博社缓引之情人消息称 习近平原本计划在12月14日至16日出访 但由于没有具体说明的原因 他将行程提前到12日 这就令人感到难以理解 通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会议上 遇到了什么难搞的事吗? 对此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冠淘向大纪元披露其中的内幕 他是从熟悉的消息人士那里得知的消息 王冠淘说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开到一半 习近平就激得很生气 中场就行行而去 原因是所有的部门都在慢禁慎 经济出了很多问题 而解决方案都是李克强的方案 就是保民生、保就业、保基本面运行 而不是去搞什么 身质生产力和什么高端突破 他表示 习近平会觉得李克强虽然死了 但还是阴云不散 而整个国务院和经济部门 都拿这个方案疾他 他就会觉得李强没有控制好局势 工作上有一些失控 王冠淘分析说 当然可能李强都认为 经济往下走的话 靠习近平强调的那些什么科技创新 是找不到吃的 还必须搞民生企业 因为李强不要直接和习近平提 就让底下这些人将意见提出来 所以那个会议等于是不欢而散 王冠淘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 就因为李强可能有些事处理得不好 他还在不停地写检讨 还没过关 正在写 共产党出了这样的事一定要写检讨的 李强虽然名言上 是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 但目前看来似乎是失重了 在今年两会闭幕时 总理记者会罕见取消 引发鱼轮哗言 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轮坛上 李强都没有参加 应该由总理出席的外国高管座探会 王冠淘指出 专制统治者致人 应该轮到你出声时就不让你说 你就知道那个人就是对你不满了 王冠淘认为 习近平可能觉得李强做得还是不够 在这个地方对自己不够忠诚 所以令他难堪 给面识他看 他表示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共产党体制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 但李克强任总理事 则一直想保民生、保就业 而且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特别提到了经济问题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国内大循环存在难点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因此按照李克强在去年3月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解决方案 就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的位置 多渠度增加乘乡居民收入 都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首要任务 估计就是这件事搞到习近平调气不顺 但他的行行而去都决定了中共经济会议的最终文稿 从党媒发布的文稿来看 比出的解决方案优先事项 并不是当前急需的增加内需和削減产能过剩举措 而是习近平一直深深念念的所谓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缘技术催生生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有专家指出 问题在于以电动车、电池和新能源 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 占据GDP的比例非常小 既不能带动就业,民间都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而中共对新质生产力的过度投资 都造成了产能过剩,出路就只能依赖出口 但这都加剧了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 雷美时评人张天亮分析说 李强的一系列重要活动被取消 等于说李强和媒体及商界彻底脱勾断链 而习近平不懂得经济 还将总理的工作都拿去做 中国就像是一架车,迟早都可能会炒车的 4月3日,据新华社报道 蔡奇当日以中共中央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 主持会议并做讲话 内容是学习和部署 习近平关于所谓党纪学习教育的指示 此前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 是由习近平兼任的 但他将这个职位转交给蔡奇 显得对他越来越信任 这是1988年成立的小组 主要负责对中共党建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决策 成员由主管中共党务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人员組成 乔石、胡锦涛、习近平、何国强、 劉云山和王焕宁 都曾担任此组长职务 3月28日,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习近平在去年以把蔡奇 任命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主任 而这个职位之前也有习兼任 表面看来 蔡奇虽然在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排名第五 但他的风头已经概过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李强 不但身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 中央学习习近平思想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书记 还是大内总管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而且他身为政治局常委 同时又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即使在中共党史上也是罕见的 中共总理李强 虽然是习近平强行任命的总理 但相较于土得习近平欢心的蔡奇 他似乎越来越被边缘化 有分析自出 蔡奇同时兼任多个关键职位 说明他心得习近平信任 地位都已经压过排名第二的中共总理李强 这突显出中共内部的权力倾摘 雷美政治学者黄军图指出 习近平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交给蔡奇 说明他对蔡奇放心 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还未交给李强 说明习近平对李强还是不太放心 时评人黄克曾表示 这是习近平在故意搞平衡 用蔡奇的党务系统抗衡李强的政务系统 即用蔡奇来防范李强 而习近平即使独揽大权 都无法消除中共的内斗 这就使得政局不稳 中共如今已是末路 一旦形势危急 反过一击的人必然会很多 其中可能就有被习近平信任的人 据看中国专栏作家《京徒柏案》报导 台湾花莲4月3日发生25年来的最大地震 目前已知10人死亡934人受伤 中国大陆民情沸腾 短时间内已有数亿人瀏覽花莲强震消息 各种评论更目不下接 但微博热手一度出现荒谬情况 突显中共野蛮外国主义 危害匪淺的同时 显示两岸关系已走到冰点 统一台湾成为蒙淹 大陆微博最先被媒体挑起话题所左右 将台湾花莲强震 说成是日本发生7.5级地震 而涅造的这个话题引渡了几十间媒体跟进 这些被带进的媒体 虽然并未将新闻内容多修改为 日本7.5级地震 但不明角离的博主却大夫小叫 高歌庆贺 说日本地震真是太好了 于是 唯一能发洩情绪的微博就畅动了 热手之下的热评 符合八个字的内容 铺天盖地 行灾落祸 调刊灾难 而这个做法正是中共宣传媒界的惯用手法 不过微博面对媒体账号对台湾地震 进行不实报道则束手无策 当国台办朱奉年 原提供救灾协助的喊话飞过海峡 台湾六委会 除了表示感谢的礼仪礼节之外 还说了 不过此次地震没有需要六方协助救灾相关需求 台湾人将汉语都用得出神入化 都证实了汉字的丰盼内陷和博大精深 不需要救助 就相当于不滚搞了 要扩散解释 多不过是在子女行间的宴外滋意 暗藏调侃与稀奇 独裁者习近平的中共当局 先将大陆民众的养老 医疗等问题解决了 让民众拥有民主与自由 再来说为台湾提供帮助 暗藏的道理还是你私民主 再来跟我谈统一 然而恐怕这句话都引发了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的粉红们的奋行之情 上述大陆罵台湾和行灾乐祸的言论 都显然了人性的吻灭 照这看来 两岸关系从一家亲到两家仇啦 据自由时报报导 花莲强震后 来自欧洲的伟民如雪片般飞来 都表达了愿助愿望 并称我们已准备好了 但台湾没有拒绝任何一个国家的愿助愿望 台湾外交部对这些国家都是深表感谢 没有达出更多的说法 总而言之 中共的统治 在台湾问题上的叫嚣 在一次次事件面前 备受重创 每一个渴望统一的中国人 也都被习近平 独裁专制政权推向了对立面 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 这样才是搬起石头 摘自己的脚 进入2024年 中国一线大城市上海的经济继续低迷 不但普通百姓生存艰难 就连坐拥豪宅的富豪们都配感艰辛 不惜降价将近千万忍痛出售豪宅 据认证为房地产经纪人的上海人老鹏 在自媒看法、卖楼影片时说 一些上海的二手楼盘业主 因为生意上的资金周转急需融钱 在借钱无门的情况下隐同卖楼变然 他说手头上有五套 在上海内环、内地段和品质很好的楼盘 都是业主几次降价 现在已成为小区中 目前性价比最好的楼盘 他介绍说 这些楼盘从172平米到312平米不等 房价原价是4680万到3100万 业主们为了尽快把楼盘埋出去 纷纷自行降价 降价幅度为880万、700万等 有些业主甚至金元降价1000万 老鹏表示 谁如果看中楼盘 还是可以再省价的? 3月30日 老鹏又介绍说 现在楼市中最痛苦的 应该是2021年年中在上海卖楼的那一批人 他举例说 一名打算卖楼的业主 是2021年8月 在最高店接盘的日之一 买的是上海瑞虹新城 而期的楼盘 94平米的两房楼盘 花了1380万 业主说 那时卖楼迟一分钟都被人抢了 而且上海瑞虹新城 属于高档小区 配套齐全 交通都方便 但瑞虹新城 在2023年的成交量却非常差 业主本来想着 去年以1350万的价格 将楼盘卖出去 结果被低迷的市场 和中共的曖昧态度被叉窝了 他以为中共会出手救市 市场都很快就能反转 结果越等越失望 房价都从1350万 连降五次 现在是1098万 还是卖不出去 老胖说 业主又降了65万 降到1033万 他只是想尽快把楼盘脱手 不想再深挂挂 业主还花了不少钱 把楼盘又装修了一次 虽然楼盘非常好 价格也降到了小区的最低价 但业主说 只要有人看得中楼盘 还可以再斩价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